好 我們首先來看到的在這裡 這一次的魚翅驗 驗無好驗 那當中現場的還原大概有10個人 另一方面再來看到 就是這個徐曉星的這個部分 他等於整個被打臉了 為什麼呢 再來告訴您 5月19號出草IP 驚爆5月9號 那驚爆5月9號 接近520越來越近 很多的事件都隨著這個糾葛在一起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在這裡 警長角頭魚翅驗先三風暴 第一個卡張榮星接署長嗎 現在你知道現場除了張榮星 一共有三個局長 哇 議員的名字很大 三個局長吃魚翅驗 第二個就是捷克期刊的內容 為大家來曝光 但是徐曉星仍然是洩密 第三個就是柯文哲519嗆賴清德 拜登說郭董跳票 好 我先跟大家講這個魚翅驗 這家上品魚翅驗 其實在2017年就出了一些爭議 那個時候呢就提總的人士去吃魚翅 大家就說吃個這麼好 政府給你的補助多少 吃魚翅不是重點 重點是在於說跟誰吃魚翅 你可以看到這個照片全部都拍下來 可是很奇怪 為什麼在一年之後來曝光 這個是台北市警察局局長張榮星 被曝跟萬華方民館的角頭黃清源 在去年的5月26號在上品魚翅晚宴 而且出來的時候大家都9點多 大家都有點微笑的感覺 那同行有誰呢 台北市民政局局長陳永德 其實民政局局長去比較有道理 青山宮繞境是民政局的事情 但是呢我們知道這個議員呢 議員呢陳振中就說 民政局長說一定要找警察來 結果來了誰 除了台北市警察局局長張榮星 還有萬華分局長董欣欣 還有當時是台北市警局公關室的主任張耀仁 後來他身為南港分局長 所以在這裡一共是有三個局長嘛 那我們來告訴大家 這整個餐序的座位圖曝光了 這個是張榮星在這裡 然後再過來是議員陳振中 然後民政局長陳永德 萬華分局分局長董欣欣 然後當時的張耀仁 後來接南港分局長 然後再來就青山宮繳頭 黃清源夫婦 以及陳振中的弟弟 那我們現在就來跟大家講 其實今天一整個都是在澄清大會 今天早上九點半第一個上場的 就是我們看到台北市警察局局長張榮星 他九點半上火線 他說啊是議員陳振中約的啦 我不知道角頭黃清源會去了 我有寫報告給警政署長黃明昭 然後他說跟八八會館不一樣啊 八八會館是私人聚餐啊 沒有報備啊 我這次是談青山宮繞境的事 我沒有如這個雜誌講說 我在外面提前下車 沒有沒有 我就是在大門口下車 可是我跟大家講很奇怪的是 2022年4月27號角頭黃清源的開發公司 被威政集團的董作吳明達找人開槍 那個時候包括了吳明達 包括了黃清源都被列管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知道 黃清源是很敏感的人 你警察局局長怎麼可以跟他吃飯呢 MING PAO einmal MING PAO